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模块 财务成本管理这门课程的基本架构 我们这门课程一共是分为有20张内容 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 包括财务管理、成本计算和管理会计 这三部分内容在考试里面这个符文值的分布 财务管理部分基本上说是占50% 成本计算和管理会计这两部分合在一起 基本上说是占在50% 所以说我们各位考生在复习备考的时候 这三部分内容一定要同等的重要 好好去复习 在财务管理这一块 具体细分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财务管理的基础 这里面一共是包括有四张的内容 既然是财务管理基础 也就意味着如果说这四张内容 我们没有学得扎实 那就会影响到后续章节的学习 比如说这里面的价值评估基础 里面会涉及到时间价值计算 那么这个时间价值计算 我们说在资本成本的计算 投资项目的资本计算 债券股票价值评估 期权价值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 等等 这些地方都会用到时间价值计算问题 那就可以想象 真正能够体现出我们财务管理基础了 那这里面四张一广 一定要扎扎实实去学习 同样道理的话 这里面关于资本成本计算 它也会和我们这个投资项目的基本预算 和这个企业价值评估去结合 那就意味着你这资本成本计算这块 如果说没有涨好的话 这个投资项目资本预算这块的折线率 你就算不出来 然后企业价值评估这块 比如说实际向量折线 股权向量折线 那么所用的折线率也就算不出来了 影响比较深远 另外我们说对于不同的这种筹资方的选择 这里面还会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这种长期筹资决策的分析问题 也会涉及到什么呢 比如说可转换债券 赴任股权证债券的这种资本成本算法 它和这个第四章的资本成本计算都有联系 那么同样道理的话 它和我们这块的资本结构 决策分析也有关系 不同的筹资方案 在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采用资本成本比较法 要选择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的 同样的也会用到我们第四章的资本成本计算 那从这里面你是不是能够体会到 确实很基础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长期投资决策 长期投资决策呢 这里面怎么样 又有四章内容 那么这四章内容 应该说 是我们财务管理这本里面 我们有很多考试反应 最难理解的就在这 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说我们学习财务成本管理这本课程 通常来讲的话 把前九章内容学过去了 然后呢 再把我们这个第十三章的产品成本计算学完了 基本上说我们这个财务成本管理这本课程 难点就全结束了 有的时候呢 我说了说我把前九章的财务管理部分学完之后 后边就一把平穿了 所以前九章内容我们一定要咬牙去坚持 难点就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第二章的草包分析和财务预测 比如说我们这个期权价值评估 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五章的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比如说我们第八章的企业价值评估 这都是核心东西 而且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占的分支度是比较高的 将来学习的时候呢 要下点功夫 接下来就是关于长期筹资决策 那么长期筹资决策呢 这里面怎么样 这里面有三章内容 有这个资本结构 长期周次的问题 还有就是股力分配 股票分割和股票回财 那这个股力分配股票分割和回购 为什么放到长期筹资这块 我们有些东西可能不太理解 那么作为企业所赚取的净利润 其中一个去向就当股力分走了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留存下来 你留存的越多就意味着将来外部筹资 就说了就会越少呗 所以说股力的分配 是和你的筹资有关系的 因此呢把它放到这块 放到这块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营运资本管理 这是一张内容 那么这一张内容里面 包括着营运资本的管理策略 管理策略就包括你投资策略呀 筹资策略是吧 另外这里面包括现金管理 融赠款的管理 存货管理 还包括你短期的债务管理 一提到营运资本的话 这里面就包括你流动资产 包括流动负债呗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在财务管理这部分里面 加在一起怎么样 一共是十二张内容 十二张内容 这能够体现出我们这门课程 我们说核心东西 说我们这块叫财务成本管理嘛 那就意味着有财务管理部分 有成本管理会计部分是吧 好了 前十二张就OK了 所以这十二张内容 那我们各位同学将来在复习备考的时候 一定得下点功夫 下点功夫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成本计算和管理会计 那这里面呢 关于成本计算这块 有三张内容 那么这三张内容 除了产品成本计算 可能难度稍微大点 那么这个标准成本法呀 作为成本法 要相对容易些是吧 我们有一东西说 标准成本法也不容易呀 这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差异计算 特别是这个固定制造费用的差异 那么两因素分析 三因素分析 也挺难的啊 其实真正把它理解明白了 也就没那么复杂 如果只是想着如何去背的公式 那就比较难 这个产品成本计算这块呢 我们说就是产品成本计算单的天列 是吧 这个品种法呀 分批法呀 分布法是吧 分布法里面呢 这个逐步计算分布法 还有平行计算分布法 其实这个产品成本计算呢 这个分布法稍微复杂点 对于品种法和分批法呢 相对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采用逐步的综合计算分布法的时候呢 那个成本还原稍微复杂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清楚啊 说我们这些内容 哪些地方将来你要下点功夫 哪些地方呢 可能相对轻松一点 有个总体的认识吧 那接下来就是管理会计部分 管理会计呢 这里边一共是有五张内容 这部内容呢 我们说没那么大的难度 相对也比较好理解 说难度不高 也比较好理解 但是你能否保证 这分能拿到手了 那是关键 比如说我们本量力分析呀 短期经营决策呀 什么全面计算呢 我都理解了 那题能不能会做呢 那是至关重要的 那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理解是第一位 然后接下来呢 得好好去训练 你比如说短期经营决策 每年必考 那这分拿到手了没有呢 这个本量力分析 我们说去年的 这个主管题里面 那两个批词里面 没涉及到 只是客观题里面考到了 那如果说我们二十三年的时候 再考本量力分析 这分能不能拿到手 很关键 接下来就是预算的编制 那个现金预算的编制 你得会用啊 这也是我们二十三年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应该会见到主管题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总体的一个架构呢 我们先有个认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章来看一下 每章呢 又有各自特点 所以将来我们在学习 每章内容的时候 你要根据每章的这个内容 以及它的特点 针对着有不同的一种学习方法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章 就是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 那么这张内容呢 我们说从考试 来讲的话 它是非重点章节 非重点章节也就意味着 占得分值不高 也就是一个客观题吧 那么在这张里面呢 它阐述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呢 这里面列示的就是核心内容 说公司之企业有什么特点 那公司之企业特点呢 它是和这个个人独自企业与核心企业相比较来说的 有点呢 缺点 接下来就是财务管理包括哪些内容呢 要熟悉的 再来就是财务管理的不同的目标的描述 这个得明白是吧 还有就是我们财务管理 涉及的那些基本理论 再来就是你的金融工具具体的这个类型 不同的金融工具 怎么去识别 有什么特征 还有就是这个金融市场 我们主要把握的就是那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它的功能特点 以及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 应该使用哪些金融工具 把这要熟悉一下 关于这个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使用的金融工具的类型的识别 这个我们二三年的时候要小心点 这个已经很久没考我们了 那我们在这张里面呢 应该说 重新接触这门课程的话 一些新的概念 一些专业的词汇 大听起来就会比较抽象 比较抽象 那么比较抽象的这些概念 我们也没有必要 去死机应备的 理解一下 熟悉一下 有个基本的理念就OK了 你说不行呢 你说我想把它深究一下呢 这个 没把它搞明白 我就睡不着觉呢 那就在百度里面搜一搜 也可以 但是真正从我们考试来讲的话 没必要那么纠结 因为这些内容 我们在后续章节的时候 都要进行详细的阐述 都会用到 如果等到将来 我们把后边的相关章节那种 都续完之后返回 你再看第一章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理解起来怎么样 就会比较轻松 就没那么纠结了 所以说我们在学这张内容的时候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单独从考试角来说 没必要去深究那些 刚刚接触这门课程的这些考生 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 没必要纠结 说啥叫净现值 说啥叫现金流量 这样不用想这么多 将来都会详细讲述的 那么我们说在这一章里面 站的分支并不高 但是可能一些概念 可能会稍微不太好理解一点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 给的难度系统就是两颗星 我们说这种难度系数的标示 这是根据大多数考生总体认识来说的 可能有些考生觉得 这张都是文字形式说明 没什么复杂的 有些考生觉得太难了 我认为应该是四颗星 所以这个呢 咱就不要去纠结它 总体来讲的话 就这么一个难度的系数 另外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再说一下 我们在每一章这块呢 都会给这个分支 这个预计考试 十一道的分支 这就是我们每一章里面 一个最大的一个分支 可能我们有些同学觉得什么呢 说我们把这个二十张内容 整体分支加在一起 怎么远远超过一百分了呢 你就没有那么加法 你不能那么去加总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里面 说这一章要考我们的时候 最大分支可能这个分支 那么当然 它不一定都在一张摄像上显示出来 是吧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你不要去加总结 说二十张内容和在一起 我们的分支超过一百分了 老家讲义做错了 那就说明你没有理由的讲义 的含义 这明白了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张 就是曹博本分析和曹博预测 这张内容是一个大张 这个公式比较多 内容也比较多 在考试里面呢 这是一个重点的章节了 那在这张里面 这个讲了哪些内容呢 一个就是这个 财务本本的分析方法 比较分析 因素分析 怎么来运用 还有就是 草比率分析 那这里面呢 就会涉及到 各项财务比率的计算 以及这些比率计算出来之后 它能够反映起什么问题 这是对我们各位考证来讲 觉得是个挑战 那么多指标 那你也不用太紧张 咱们讲的时候怎么样 我会告诉各位 它的记忆的技巧和方法 你自己不要去挑选 说哪些指标重要 哪些指标不重要 它可以任意去考我们几个指标 你不要去挑选去 接下来就是 管理用草包本的编制 和分析问题 管理用的资产分析表 管理用的利润表 如何编制 那编制出来之后怎么样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改进的草分析体系 这个改进草分析体系 和我们传统的那个杜邦分析 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 与因素分析法结合考核问题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 外部融资的测算 以及增长率的估计 这个增长率估计里面 我们觉得一个难点在哪呢 就是可持续增长率 应该如何去计算 对于它的原理性东西 背景之事 如果实在理解不了 那就算了 你能够应对考试就OK了 你看我们22年的时候考试 那可持统上就没考 你挺着纠结那一干嘛呀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在讲课的时候呢 会讲这些原理性东西 你能明白就明白了 不明白的话行了 这个原理性东西 将来你拿到CPA资格证书之后 将来想补充再去学习 那就最起码知道 从哪去学习就行了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还是建议各位 在理解的基础上去做这题 去掌握这个算法 那是最轻松的事情 我们说作为这张来讲的话呢 这个计算的这个式子的比较多 将来考我们的时候呢 这种计算性值的考核的内容 应该说占的比重比较大 所以说呢 主关题 那你要特别关注了 那除了主关题之外 客观题肯定也会有 是吧 比如说二二年考的 这个长期资本负债率 那不就这里面一个计算问题吗 考客观题了是吧 那我们说这里面呢 这些计算性的表达是比较多 那你需要在理解基础上 然后呢 结合我们给各位的这种 计的技巧和方法 计算的表达是必须过关 是吧 然后呢 对于这种果然利用报复的编制 这都是我们需要特别 予以关注的 你学明白之后 你还要拿题去练一练 去巩固巩固 那就OK了 我的内涵增长率呀 可视增长率呀 什么含义呀 拿题练一练 就足矣 那么作为这张内涵的话呢 在考试时候 应该说重要性的程度是最高的 在这里面呢 预计分数在十分左右吧 当然也有一定难度 这个难度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就是计算的公式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的难度系数就高一点呗 而且这张内容 它可以单独的在这张内考 也可以和其他章节相联系来考 你比如说 和这个第八章的企业价值评估去结合 果然利用的资产负债表 果然利用的利润表编出来之后 去计算它的市线量 股权线量量 然后呢进行企业价值评估 这是最常规的一种考法 那就意味着如果说我们这块的基础数据 弄错了 那么这价值评估结果肯定就错了 这种连锁反应 我们要特别小心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三章 就是价值评估基础 那么作为这张内讲的话呢 在考试里面 我们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章 包括内容呢 一个就是利润 一个就是实验价值 再有一个就是风险报酬 就这么三部分 那么利润这块呢 考核的时候 一个是它的影响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利润期限结构 不同的期限结构 它的基本观点 时间价值计算 我们说单纯在本章来考 占的分值也许并不高 那我们前面呢 已经给各位同学说过了 对后续相关章节影响 可是比较深远 所以说时间价值计算 那是必须的过关的 这个风险报酬这块 考的比较多的就客观题了 这里面呢 我们说从时间价值计算呢 风险报酬这块的衡量啊 我们说都会有相关的 计算性的知识考核 那么一说计算性值的考核 就意味着我们有些考生觉得 哎呀难度比较高 公式比较多得背 其实还是这句话 多理解理解 那么将来我在讲时间价值 这些计算的时候 我会结合图形来讲 就是我们学习 才有成本管理的话 必须会画图 结合图形去学习的话 就会很轻松 它会很轻松 那么在这张里面呢 具体的这种考核形式 还是以客观题为主吧 在学这张内容的时候呢 关于这个利率的期限结构 可能对我们各位考生来讲 是一种挑战 因为我们教材里面写的过于抽象 很简单的这么几段话 但是真正理解下来呢 也没那么容易 好在呢考我们的时候 都是考的一些表面东西 我们也不用过于去纠结是吧 那么关于时间加上计算 这些基本的计算的原理要清楚 而且这些时间加上计算 在客观里面来考的时候 我们说你既要会正算 也要会反算 那么在诸会考试里面考反向计算的 应该会比较多 会比较多 这要注意 另外呢 这里面还会涉及到一个 关于有效的一个年利率计算问题 这个有效的年利率 这个在考试时候呢 也涉及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们在债券期望报税计算呢 这个债务的税前资本 这么计算方法呀 只要是涉及到一年多次复习的 就会涉及到这个有效年利率 转换问题 当然 优先股啊 普通股啊 如果涉及到你的股利 也是一年多次支付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这个有效的年利率 转换问题 所以说用途比较广泛 接下来呢 就是风险报酬的衡量 风险怎么去衡量 单一证券的风险的衡量 方法 组合证券的这种风险衡量方法 都要清楚 再来就是报酬率 怎么去衡量 这个两种证券组合在一起的话 那报酬率怎么算 那么再来怎么样 就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是每年都必考的东西 年年都会有 但是我们年年都有考生 在这块丢分 这个22年的时候 这块不也考了吗 卸载杠杆 加载杠杆 是吧 我们有同学又弄错了 丢分很可惜 是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围绕着这块的不同的内容 这里面呢 告诉各位了 不同的一种学习方法 而且呢 也需要注意他那种考核的要求 就考这些点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 这个忽略啊 那么单纯在本章来考的话 我们说占的分值呢 并不高 比如说出这么两个客观题 如果每个客观题两分的话 两个不就四分吗 出三个不就六分了吗 所以说五分左右吧 那么我们在这张里面呢 关于这个利率期限结构啊 风险报酬的这种理解啊 可能稍微的有点难度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面呢 给了个三颗性的难以程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 第四章呢 是资本成本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说从考试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重点章节 这一章内容 每年必考 他可以在这一章单独来考我们 考主观题 也可以和其他的相关章节 结合在一起来考我们主观题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里面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个就是关于资本成本概念的理解 什么叫资本成本 再有就是这个债务资本成本啦 普通的资本成本啦 什么优先股资本成本啦 怎么计算 怎么计算 这个债务资本成本的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说在不考虑发行费用情况之下 有四种方法 哪四种方法 普通的资本成本计算的时候呢 有三个模型 哪三个模型 接下来涉及到什么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说了既然告诉你考试必考 那你就得搞清楚了 如果说和其他的相关内容去结合的话 比如说投资项目资本一算 比如说资本结果决策分析 比如说价值评估 如果说和这些内容相联系的话 那就意味着那种连锁的反应 你要特别小心 别最后导致什么前边这个资本成本算错了 导致后边内容就全把分丢掉了 那就影响比较大了 如果在这里面再加的话 我们说你经济增加值计算 也会涉及到资本成本计算 是吧 这不就二二年考的吗 那么将来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 我会告诉各位 这些东西会和哪些地方有联系 和哪些地方有联系 就意味着将来考试就可以在这块去考你 比如说像去年的经济增加值啊 然后和这个家权评计资本成本连在一起啊 那我们在讲课的时候都强调过的 有内在的关系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场学习的时候呢 当然是以主观题为主了 主观题必须得把它能够通吃是吧 不管放到哪块来考 这份不能够丢了 那么我们在学习上内容的时候怎么样 概念得理解好了 然后呢 对于这些计算性东西 不管是债务资本成本啦 普通股资本成本 优香股资本成本 还有什么家权平均资本成本 不管那一项 这个计量必须要熟悉 这种计量必须得过关 必须过关 那么这一章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从考试来讲 这个分支的分布 我们说也是在十分左右的 那单纯的在这里面 考我们成本计算 再加上一个两个的这个客观题 你看是不是在十分左右呢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你就得小心点 当然有的人说了 那我这套券上 就抽了一个客观题 没考主观题 但是你能保证 你将来就一定能抽客观题吗 虽然我们学习和把握的时候 你得把它通盘考虑 是不是 因为你决定不了 将来你会抽到哪套券上 那你是不是应该 这个复习的更全面一点呢 对吧 你说我就掌握客观题就OK了 那真的你抽到主观题怎么办 那不就惨了 那么作为这张内容来讲的话 应该难度并不高 只要掌握这些基本的计算方法了 而且计算的时候呢 一些重要的事项能够关注到了 这份就OK了 接下来 就是第五章 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这张内容呢 也是我们有很多考生 哎呀 觉得难度比较高 好在呢 我们最近这几年 在考投资项目资本预算的时候呢 它的难度计算的任务量 远远的小于14年 及以前的那些考题了 没有那么大难度了 所以说我们将来在复习备考的时候 你不要再盲目的把14年 及以前的那样 关于这个投资项目资本预算题 拿过来在哪练了 因为跟我们现代的考试 计算任务量的骤减 我们说不一致了 不一致了 那么这张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从考试来讲的话 每年必考 大美年必考 肯定会有一个主观题 它可以把它放到计算分析题上 也可以把它放到中国题上 基本上说每套卷你都会看到 我们说这套卷上 如果没有投资项目资本预算 似乎就没有考 财务成本管理一样 是吧 你想想一下 特别是我们有些考生 经过三次四次考试了 你想想 你看哪次你没见到过这样题 都见到过吧 所以这是必考的东西 那么在考我们的时候都考了什么内容呢 一个就是现金流量估计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现金的流量估计错了 后边都免谈 都免谈 另外在这里面我们有一团说了 说我们这个计算这个项目限量的时候 比如说编表 最下面有一行叫现金净流量一行数 我们有一同学说了 是不是最后那个现金净流量这一行数 如果错整个都没分呢 不是那样的 在整个填表里面 你填对一行就得着一行的分呗 哪行填错了 那行分就没有呗 所以说你在这里面 把每一个 涉及到这种现金净流量计算的一项目 每一项一项的 把它尽可能的理解正确 那这就OK了吧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就评价方法 每一个评价方法你都得会用 一般来讲的话 考两个考三个也很正常 那么每一个评价方法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也必须得掌握 这种文字性的说明 这是我们近年来考核的一种方向 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折线类的估计 这折线类的估计呢 就会涉及到资本成本计算了 所以说把资本成本计算 就可以完完整整的 架接到这块来考我们 接下来就敏感分析 影响境限制有多个因素 那我们任意可以挑选出 一个因素来 它的变化对NPV 看看影响程度多大 这里面会涉及到 敏感程度分析 什么最大最小法 这块呢 我们说基本的计算思维清楚 而且它的计算的任务量 我们说了肯定会小于 14年之前的 不会有那么大计算量 这个21年的时候 不就考了 折线率的变化 对NPV竞限制的影响 程度吗 计算敏感系数 那就没什么计算量了 那我们说作为这张来讲的话呢 应该说 真正要出题 要是想把难度提高的话 那可以难到天上 那如果降低难度的话 也很容易 所以说灵活性比较强 那么作为这张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对一些基本概念性东西 要好好去理解理解 那么涉及到一些计算性东西的话 我们要结合例题 要把它练一练 练那么两个题就差不多了 你就知道它的基本的计算思路和方法了 结果我们有些考生 在考前一周 他还会出现一些 比较低级的一些错误 说我们计算这个项目现金流量的时候 有不同的方法 而每一个方法运用的时候 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在讲的时候都强调过 结果呢 在考前一周的时候 他还在问 而且问的问题 那就不应该发生的 这时候我就会回复了 我说一定要 抬下心来 杂杂实实的 注重基础知识 你比如说我们计算这个 营业现金毛路量 你可以用税后的经营利润 加折旧贪销来表示 也可以用税后收入减税后的负现 营业费用 然后再加上折旧成税率的表示 结果他就问我了 老师 这个为什么不直接加上折旧成税率 而为什么直接加折旧 那考前一周了 还能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 那就是基础就会比较薄弱了 也许他也就没有听我的课 因为我在答疑的时候 我从来不问 听没听过我的课 但是从他这问法来讲的话 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 都可以强调过的 我说回归基础吧 你前面是税后的经营净利润 你当然后边直接加折旧了 如果你前面是税后收入减税后的负现营业费用的话 那前面是现金的流量 你后边当然是加上折旧成税率 折旧成税率什么 那叫折旧抵税形成现金流入 你前面基础不一样 后边加那个项目就不一样 这是关键 对吧 但是我们有很多考生在考前的时候 还在刷题 而且刷的还都是新题 你越刷就刷的就没信心了 刷的我都没信心了 对吧 所以说基础掌握是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考试的时候 这样的分值就相对要高一些 你比如说要出到综合题的话 那可能还会高于这分数 那出到计算分析题的话 如果再加上一个这个客观题 你看也基本上说是在这分之12分左右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一章内容 一定要这个他心来认认真真的 好好去学习 把我教给各位的一种技巧和方法 要好好地去把握 就可以了 比如限量计算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怎么去计算 天表怎么填 劣势计算怎么劣势 那是有技巧的 接下来来看第六章 就是债券和股票的价值评估 那么这一章呢 应该说也是在考试里面 也是比较重要的 涉及到债券价值如何进行计算 这个股票的价值应该如何进行计算 当然呢 也包括着债券的期望报酬率 股票的期望报酬率 怎么去计算问题 这里面呢 关于这个普通股的价值评估 这个评估的基本原理的应用 它和这个第八章的企业价值评估 可以在那一起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里面的 关于普通股的价值评估 这种评估方法 我们可以 用这个评估的结果 测算出你的预计的股价 因为我们这个普通股价值评估呢 评估结果是它内在价值嘛 那么内在价值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当作一个预计的股价来使用 那么预计股价我们测算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和这个期权价值评估 和这个负任务全证债券可转换债券 那么它那些资本成本算法就会结合在一起 因为这些计算的时候都会涉及到一个预计股价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这一块的普通股价值评估 评估结果错了 内在价值不对 预计的股价有错误 同样会引起连锁反应 这是至关重要的吧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说单纯在本章来考的话 我们客观题和主观题都会有 都会有 那我们在学习这一章内容 怎么来学习 其实这一章内容 就是我们时间价值运用的一个延伸 你的债券价值评估也好啊 普通股价值评估也好啊 都是把未来的现金流量折线嘛 这不就是一个时间价值计算的运用问题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对这些评估模型如何去使用 我们要结合这个相关的例题 要把它好好学习去把握 这个普通股的价值评估呢 在这里面 同样也会涉及到不同的模型 零增长股票啊 固定增长股票啊 还是两阶段模型啊 这都要清楚 那么对应着呢 就是他这么期望报税怎么算 比如说去年的考试 给了不同类型的债券 让你分别去计算一下的期望报税率 然后呢 根据期望报税率 进行决策分析 应该投资哪一种债券 那么当然这个期望报税率算的时候 你还要根据这个债券的特点 这需要计算出 它的有效的年利率水平 好 那么这一张内容呢 在考试里面 所占的分值呢 这里面我们说预计在 九分左右 那么九分的话就意味着 这张内容和其他的相关章节 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九分的一个计算分析题 可以占到一半的分值 占到一半分值的话 再加上我们这张里面的客观题 和在一起 你看 九分左右是这么来的 你比如说像22年的考试 直接考了债券的期望报税率 单独考一个计算分析题 你看九分吧 再涉及到一些客观题的话 你看 我们说九分左右 可以是左可以是右 这个左右的这种差距 一般的三到五分 三到五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 就是七千件评估 这张内容 我们说从考试来讲的话 也是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有很多考试还没学习呢 就想放弃 而且还给自己起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什么呢 叫战略性放弃 你还战略性放弃 你学过公司战略风险管理 你进行战略分析了吗 你没有进行战略分析 你就战略性放弃 说的蛮好听的 蛮高大上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跟他说 你别战略性放弃了 掉过来 放弃战略 那就意味着你要放弃CPA了 是吧 不要觉得 哎呀 这张抽象啊 人家都说复杂呀 人家都说复杂 对你来讲就一定复杂吗 抽象东西 我们没必要去纠结那些 抽象的概念 你不就不纠结了吗 而且在这里面 我们将来在讲述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一种 步骤和方法 有的时候怎么样 我把它叫做操作手册 你就按照这个手册去操作 就OK了呗 你说我原理都不会 按照步骤 一步步骤往下写 这明白吧 这都可以了 就能得分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说考虑内容 一个就是期权的理解 什么叫期权 该你搞清楚了 这期权到底包括哪些类型啊 什么叫美式的期权 什么叫欧式期权呢 什么叫看场期权 什么叫看跌期权呢 这个到期价值是什么意思啊 它和净损益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然后这个期权有哪些投资策略啊 我们说四种是吧 这个不同的投资策略是怎么构造的呀 净损益怎么去计算呢 还有就是期权价值评估 那么期权价值评估的话 在这里面就涉及到金融期权的价值 有哪些影响因素啊 金融期权价值构成包括什么呀 评估方法有那些呀 OK了 就这点东西 我们说那些原理的背景东西 如果实在不明白 还是那句话 不明白我们就不管它了 然后呢 就把我的操作手册 你会用就可以了 你未来的股票价格 要么就上升 要么下降 有人说它还不变呢 那如果说你能定出来 未来股票价格不变 你还搞什么期权投资 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 在学习的时候 说老师 你这个为什么这里面有二叉数模型 为什么不叫三叉数 二叉数就意味着 未来股价要么上升要么下降嘛 有人说了 不对呀 那又不变呢 那你一句不变的话 你还搞什么期权的这种 投资策略 对吧 就类似于我们说了 说一枚硬币往空中一抛 往地上一落 有几种可能 有人说有三种 正面反面立着 看来你就没有修个概率 立着那种情况是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就意味着在实义中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一枚硬币往空中一抛 往地上一落 就有两种可能 正面反面 各占50% 就这么来的 所以说我们有一点数学基础是很重要的是吧 比如说我数学都不行了 全还回去了 小学数学也没了 中学数学也没了 说什么叫拮据 不清楚 就像在我们这22年考试一样 这个证券市场线和资本市场线 它的拮据都是无风险利率 有人说啥叫拮据呀 还有邪律 老师啥叫邪律呀 我们学习财务生本管理的话 我们不能去普及这些基础的数学知识了 是吧 有人说 二月一次方舟组咋解呀 他不会解 那你就得回去好好想一想 你怎么能对得起你数学老师是不是 我们学习财务成本管理的话 这些东西 基础性东西得有 最基本的一个数学知识得有是吧 那我们这张里面在学习的时候啊 我们说这比较抽象是吧 不要抽象的话也不要管那么多抽象的东西 我们说呢 按照给出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这个期权 比如说看涨期权呢 或者看期期权呢 就是两种呗 然后计算倒计价值 计算这个净损益 那未来的这种倒计价值净损益算法 那就说你股票市价要么高一指引价格 要么低一指引价格是吧 最常见不是两种情况吗 很好算是吧 然后就是不同的期权头的策略 怎么构造的 精髓怎么算 这些东西呢 我们同样道理怎么样 你就结合着一些立体 结合着我们用日指南上的这些练习题 听明白了 然后做题练一练就行了呗 你看我们这里面要求掌握什么 套期保值原理的 风险中用原理的 二叉数模型 进行这个 既然价值评估 那可能我们也就说 那你这块怎么有复制原理呢 我们说复制原理和套期保值原理 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嘛 只不过你在计算 那个套期保值比例 H的时候是从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的思路去计算的而已 它并不影响这个切件评估 是吧 你这些方法 这两年不都考了吗 21年考了 22年考了是吧 那你说23年是不是就不考了呢 谁说的呀 谁敢说23年不考 不要去这个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吧 那我们说呢 这里面占的分值呢 那就是单纯来出题的话 9分呢 很正常吧 很正常 当然这里面还包括评价定理呢 是吧 因为我们有很多考生觉得这张比较抽象 所幸呢 就符合我们各位考生的意愿吧 打了五颗星吧 如果打的这个星太少的话 你就不高兴了是吧 不高兴了 所以说我们在学这张内容的时候呢 将来 你跟着我这块学的时候 也注意会画图是吧 我会画各种各样的图 然后就这图形去把握就可以了 您赞订了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